來介紹這一隻SS電影工作室系列的Crosshairs 準星 是真人電影的角色 封面很帥 這個槍口還冒著煙 整個盒繪是很好看的 很有氣勢的一個造型 那側面長這樣 Bang it 玩具的車型這邊拍的有夠漂亮 然後他應該是有拿到實車的授權的 這邊可以看到車上的mark 好 就來看玩具本體 好啦那玩具本體長這樣 老實說我是覺得有點失望啊 就是準星這個角色其實本來就很難設計 因為他的車殼要變成那個柔軟垂下來的長外套 本來就是很 很很很現實辦不到的一種變形設計 所以之前的幾隻電影玩具我也都沒有賣 但是這一次SS就是覺得他表現的 至少從外型上來看還算不錯 所以就買了 不過沒想到他 那外型雖然確實是還行 這個頭雕真的是相當還原 然後像身體啦 背包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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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抬到這一點點 因為會被上面這個鈴子的造型卡住 然後因為變形的關係他有一段可以前後動的 蝴蝶關節 可是就是只有一點點 手臂上下旋轉是一個球關 然後有點緊 就是這一隻可怕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的關節手感 有的很緊有的很鬆 像手肘這邊九十度沒有問題 可是上手臂平面迴轉這裡就不知道為什麼緊到不行 而且這是通病 就是看有做變形金剛評測的每一隻都是這個問題 然後他這個手臂這一節他又很奇怪 他不是用硬塑膠 他是用有點軟的有韌性的塑膠 他可能是為了維持玩具可以把玩的比較久 就不會硬塑膠跟硬塑膠磨損 可是反而他這邊太緊了就會有點咬死上面的那種手感 就是你會很怕一轉過頭就斷了 那個手感很可怕 就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再來變形的關係他就沒有腰 對前踢可以踢到九十度沒有問題 側踢也會被側裙甲卡到 稍微讓開側裙甲 這一塊側裙甲就是可以上下轉 也可以凹著 讓開他也可以踢到這麼高 然後有大腿的平面迴轉 不過完全幾乎轉不太動 但沒關係 因為他上面寬部是一個球關 這個球關本身也有一點左右轉 轉到極限以後再來轉大腿這邊的平面迴轉 就都轉得動了 不過也是一樣 這個手感跟上手臂的平面迴轉是很像的 有點可怕的手感 膝蓋有兩重關節 可以這樣折到整個大腿貼小腿 可是他這隻腳就是從側面看這裡偷膠偷的有點空洞 因為要變形的關係 膝關節上面這裡也缺了一個口 所以他的腿部造型就相對之下會比較不完整 不過還好他有這片很好看的側裙可以擋住 然後腳踝有一個球關 所以可以貼地 也可以前後折 腳踝關節就還算不錯 然後這一隻最大的槽點就是他整個身體 幾乎就是只做一個殼 因為要塞這一大片車殼 所以他這邊整個都是空的 但是問題是他這個車殼 他又不是折疊收納進身體裡面去 他是就這樣搭著而已 所以就是他 雖然這裡有做一個卡扣 但是這個卡扣就是扣不住 扣不進去 所以他會整個變成 你隨便一碰他就是會鬆開 然後就是會看到這個身體 被掏空的狀態 觀感上就比較差 如果這一片可以確實的扣緊 確實的固定住的話 可能他這個身體空洞的感覺 就不會這麼強 問題是他就是扣不住 所以這一片就很鬆 其他的地方就有 像這個手臂就真的是 真的是 很可怕的手感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然後槍握在手上也是很鬆的 附了兩把槍 可以 不想握在手上的話 可以透過這邊側面這條 把它固定住 變形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連帶著一起變形的 也不廢話就來看他的變形吧 變形 首先可以先來處理比較好處理的 然後他的腳 就是 這邊 做一個Z字折疊 往上縮 然後 他腳踝關節其實是一個 軸關節再加一個球關 這個軸關節把它轉到裡面來 這樣 腳掌縮起來 另一隻腳也是 然後 然後 他的寬部 這裡 是可以往上折的 再 折 上來 這樣 他整個腿就 縮到幾乎消失了 然後 這一片側裙 就是會變成車子的前引擎蓋 好 手臂就是 剛剛 講的這個蝴蝶關節 把它折進 身體裡 然後手臂往上轉一圈 這樣藏在這裡 然後 差點忘了 縮拳頭 好啊 手臂側面這裡的卡扣 其實要來扣背面這邊的洞 所以 就 需要 轉一下他的手臂關節 不過這個旋轉真的是有點可怕 啊 啊 這 這一隻 有幾個問題 最 討厭的一個問題 是這個手臂旋轉 導致他 扭手臂 很可怕 然後再加上他本來因為 因為造型的關係 可動 關節就 東卡西卡了 你 關節本來就卡了 還這樣子 手感很差 就真的是 把玩起來比較不愉快 好啦 那整個人變成這樣子以後 其實 變形就幾乎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來處理他的車殼 好 這一片直接放下來 好 其實 整個車子 就是這樣子 再來 來解開他後面這一大塊 這邊 往上 提 這裡 有一個 雙重關節 把他 解放開 再來 他 根部這裡是一個球關 啊 這個球關 在玩具從盒子裡拿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扣上去的 是要自己扣上去的 好 這邊 稍微提一下 好 車殼放下來 那這樣其實變形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去拼他的這些 測裙這一塊啦 把他 把他 先往上提 讓過這裡 再往下放 往下放下來 扣住 然後他的腳 這邊 會 兩隻腳掌 會拼湊出一個 凸起 的卡順 來扣這邊 把他扣進去 好 他這一隻 我覺得還蠻意外的是 他這邊車殼的拼湊 其實 手感很好 就是 你幾乎隨便對一下 然後卡進去 他就過去了 就 並不會很難拼 並不會很難拼 我覺得這還蠻神奇的 然後這裡就是這一隻 很討人厭的另外一點 就是這個尾翼 一碰就掉 一碰就掉 所以就會變成 他在人形的時候 這裡也是一個雙關節 把他往下摺疊 後 側面的卡扣扣進去 手臂就是剛剛講過的 手臂側面的那個卡扣 把他往上扣 但 這邊也不曉得 為什麼他會回彈 我在想 應該也是他塑膠用料 沒有用硬塑膠 對硬塑膠 而是用軟塑 軟塑膠的關係 就 不知道為什麼會選 那個塑膠材料 好啦 最後這個 掉下來的尾翼 再把他扣回去 這邊這個尾翼真的是 一碰就掉 一碰就掉 所以他在車型把玩的時候 或者是在變形的過程裡面 這塊幾乎都百分之百會掉 很煩 然後在人形把玩的時候呢 關節又有點 要不就是太緊 要不就是太鬆 所以把玩起來也不是很愉快 不過這個變形完以後的車型 是真的好看 畢竟是有拿到實車版權的 這個 塗裝啊 然後這個流線型啊 就真的是有夠好看 耶 啊 推車也很流暢 難得官方推車流暢的一款作品 他輪子是打毛丁的 輪框也有上銀漆 車標這邊也是有簡單的上色的 好 那就是這樣子吧 雖然說像尾翼這邊會掉啊 然後像關節把玩手感不佳啊 這些問題都會讓他玩起來有點惱人 可是 我又不得不承認 他這個最後車殼縮進來的時候 真的是隨便捏一捏 他就變形好了 他 這個 變形的輕鬆真的是 就是第三方玩具 那些變得亂七八糟 辛辛苦苦變久了 在玩官方這個 就會覺得 喔喔喔 這個變形好爽喔 呵呵呵呵 還是蠻推的啦 好不好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